2023年世界公岛日联合崇拜 今天3月3号在信议会救恩堂举行 今年的主题国是台湾 在世界各地190个国家 跨基督宗派的妇女 一起在这一天为台湾祝祷 现在就带各位一起来参加这场审会 震动着土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聚望降临 同心告知你圣洁的名 呼求天长大牌 我们常常因为遭遇困难阻碍而感到挫折 失去盼望和信心 或是依照人的软弱 本性而行 但我们原是受遭在上主的国度 天主教会也没有缺席 台北总教区传协主席杨德生弟兄 负责圣经默想 主顾传教修女会会长王德兰修女 为台湾女性代肯发声 过去的伤痛 没有让你闭口保持沉默 你以文字和绘画说出自己的故事 来鼓励那些遭受身心灵痛 虐待的妇女 依靠我们的救主 不畏惧负面眼光 建造新的自我形象 现在你是两个小孩的母亲 成为孩子和周遭亲友的祝福 我听见你对主约书的信心 台湾信议会信议堂 曹正选牧师在信息分享时说 我们回坐这三年来 我们还是要感谢神 因为经过了这三年的沉浅 还有学习 我们似乎应该都有一点长进了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神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思维 新的体会 追求大 追求多 不如追求深 追求精致 不是那看得见的 乃是那看不见的 今年的主题是 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取自于以福所书 我的四高本圣经 二福所书的第一章 所以我看见台湾这片土地 不管是从深山 乡村 海边 都有宣教式的足迹 以至于今天用在我们的手册里面 刚才我们的祷告里面 听见许多台湾妇女的心声 这真的是非常基层的感受 而且非常确实实在的感受 而透过他们对上帝的信心 见证了上帝的荣美 因此这句话 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确实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把我们注意力 提醒自己 注意力转向上帝 包括借助毒瘾 更新生命认知 基督教更生团契 桃园区会陈建荣牧师 常年透过日光之家照顾更生人 让他们在回归社会的同时 能够遵循基督的福音而生活 因此 今年公岛日的主办单位 特别将六万多元款项 捐赠给陈牧师 透过公岛日 妇女见证了他们在基督内的信仰 分享他们的希望、恐惧、喜乐与需要 认知这个世界不再孤立生活 同时也证实了他们祈祷与行动 对世界有浩大的影响